大家好,美国禁止荷兰阿斯美亚的光刻机卖给中国 但是美国却允许自己的英特尔公司投资中国 美国禁止三星电子台积电扩大在大陆的生产规模 但是美国自己却允许它的美光科技在西安投资数十亿新建工厂 6月17号,全球芯片巨头美国英特尔公司 入股了利逊精密旗下的东莞利逊技术有限公司 从而引发广泛的关注 6月17号,利逊精密的股价大涨了7.71% 就是和英特尔的入股直接有关 而如今,英特尔正在转型为一家以数据驱动型的公司 英特尔想要在人工智能5G边缘计算这些领域取得突破 这一次和中国公司的合作涉及了通信领域 未来利逊精密的产品将会和英特尔的芯片产品 进行深度的绑定 强化在产品开发阶段就进行深度的合作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一句话,中国市场这么大 不要的都是大傻瓜 大漂亮的第一原则就是 我行,你不行 不止如此 在美国商务部一片喊打喊杀声音当中 英特尔竟然在深圳还设立了一家先进芯片研发中心 这您敢想象吗?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分析 这一次英特尔投资中国的战略考虑 以及所引发的连锁效应 英特尔有着清晰的战略意图 显然在商言商 而且英特尔能搞定美国国会 反正我要投资 你必须同意 英特尔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 它对利逊技术的这个投资 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财务投资为了赚钱的表面考虑 通过和利逊的合作 英特尔有希望进一步巩固 它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AI服务器市场的领导地位 同时英特尔希望借助利逊精密在高速互联领域的专长 提前来布局下一代服务器技术的研发 我们知道利逊技术成立于2017年 主要就是涉及通信设备制造和销售 那么光通信设备的制造和销售 以及像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等等 这些原器件的制造 英特尔公司和利逊技术的主要就是在 数据中心、光通信、电连接 还有就是液冷散热系统 以及电源系统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 那么这些方面都可以来帮助英特尔公司 那么联盟整个的全球通用服务器产业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那么为众多的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双方之间是一种强强结合的动作 对于利逊精密来说 这次英特尔的战略投资其实也很有意义 我们前面说了 美国方面不断围追堵结业小院高墙 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 但是有一个口子 那就是只要是我美国的公司 我美国的亲儿子 他需要在中国大陆市场来获得市场地位 来获得市场份额来赚钱 这个时候就可以同意了 所以呢 这次利逊和英特尔的合作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 英特尔的投资将会助力利逊技术 进入北美的服务器市场 尤其是在AI人工智能服务器领域 我们放眼未来 人工智能的需求增长 推动着服务器市场的显著的扩张 2023年 全球人工智能服务器的出货量 达到了120万台 预计2024年 全球服务器的整机出货量将会继续增长 其实英特尔的市场地位 自然也是不必多说 英特尔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 2022年的营收达到了631亿美元 2023年第四季度的PC处理器出货量 大概是5000万颗 市场份额更是高达78% 但是英特尔公司也在多条战线上 面临着像阿姆公司 台积电 英特尔 英伟达 AMD 三星等等这些大型全球科技巨头的激烈竞争 尤其是在算力和芯片制程方面 那么这些年 可以说英特尔公司节节败退 其本质就是英特尔的创新实力不足 那么后继乏力在很多关键的技术节点上跟不上 但是呢 我们说英特尔公司最大的专长 现如今看来还真的不是它的技术创新 而是英特尔公司对力训精密这样的企业 最大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它在美国国会的游说能力 再加上苹果公司的加持 那么未来呢 对于力训精密全球业务的拓展肯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要知道 苹果公司是力训精密的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甚至呀 在中国大陆的苹果供应链企业当中 力训精密就是其中的龙头企业之一 而在此之前呢 力训技术的发展的确面临着一些挑战 力训技术作为通信设备和互联产品的提供商 它的业务范围呢 非常广泛 市场潜力当然也很巨大 但是面对此前 美国针对中国科技的围追堵截 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 那么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以及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呢 对力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力训技术 希望能够敲开北美市场的大门 希望能够拓展北美市场的发展 那显然受到了美国科技围堵的限制 这一次英特尔的投资 无疑为力训技术打开了新的机遇的大门 当下呢 英特尔希望能够转型 成为一家以数据驱动型的公司 来推动科技的创新 尤其是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 5G通信 智能计算等等这些方面 但是呢 英特尔公司也知道 自己现在已经呢 在很多方面不行了 尤其是在高科技制造领域 那么中国的高端制造业 显然是处在全球最领先的地位 所以说英特尔这一次早上力训精密呢 双方之间相互需要 这次合作的聚焦点 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在于数据中心业务 还有通讯业务 那么也会有助于提升 力训精密相关产品的全球竞争力 以及全球的市场份额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坊间一传出英特尔公司入股 力训精密子公司力训技术之后呢 那么力训精密股价大涨7.71% 这就显示出市场对于这一次双方合作的积极反应 换言之 当下只要是中美两国的科技巨头 能够合作 其本身呢 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意味着呢 打破了美国针对中国在这一领域所构建起来的小院高墙科技围堵 英特尔公司在中国的投资 可能会让欧洲市场感到一些压力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 欧洲在芯片制造领域一直处在追赶状态 而现如今英特尔公司和中国制造业的龙头 力训精密之间的合作呢 显然就会让中国的高端制造 以及英特尔的芯片业务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 而这一点对欧洲的高端制造业 对欧洲的芯片产业来说呢 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英特尔和力训技术的合作 未来肯定会一起去拓展欧洲市场 如此对于欧洲的高端制造业 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竞争的压力 不仅如此 欧洲过去呢 一直都是美国对中政策 对俄政策的跟随者 也一直都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大冤种 便宜啊都让美国人给赚了 但是呢 坏处到最后都是欧洲人来承担 你比如说欧战争 结果呢 欧战争导致欧洲过去从俄罗斯买便宜的能源 哎 被西安炮也被炸了 很多的这个俄罗斯呢被制裁 那么欧洲方面就跟随美国一步一趋 反正呀 美国说要制裁 欧洲跟着制裁 制裁个半天 欧洲自己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大头来再去向美国买天然气 结果价格呢 犯了好几倍 好处都被美国占了 而坏处欧洲自己承担 在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 贸易政策方面呢 欧洲正在犯同样的错误 就拿美国啊 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来说 欧洲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 来跟着美国出牌呢 向中国来叫板 欧洲你自己真的想清楚了吗 欧盟委员会6月12号就宣布 将对从中国进口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征收反补贴关税之后 中国商务部6月13号就指出 对欧盟的乳制品展开反补贴调查 对欧盟的猪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中欧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是见在前上 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就指出 中国电动汽车受益于所谓不公平补贴 被人为压低价格等等这些理由 而且限制中国汽车对欧洲地区的出口 那么欧盟方面给出的说法是 这样的结果对欧洲电动汽车产业 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因此决定从今年7月4号开始 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开征临时性关税 倘若中欧双方无法达成解决方案 临时关税将在生效之后的4个月 由欧盟决定是否升级成为永久税预关税 欧盟对中国汽车本来就有着10%左右的关税 而新加征的关税当中 比亚迪17.4% 吉利20% 上汽集团38.1% 除此之外 对于其他参与调查单位抽样的中国电动车品牌 将被征收21%的平均关税 美国早在2018年就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 近期美国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实际上就是分杀了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 欧盟这一次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强度 虽然不仅美国 但也的确会给中欧双方的贸易设置重大的障碍 那么对双方的贸易发展自然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自然也要必须做出反应 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 美国宣布对中国的贸易措施 欧洲方面紧跟着宣布 美国宣布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 欧盟方面紧接着也跟着宣布 反正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就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 但是欧盟方面是否真的想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呢 在此之前呢 中国已经宣布将针对排量超过2.5升的汽车征收额外关税 虽然中方没有明确针对欧盟 但2.5升以上排量的汽车主要都是豪华汽车品牌 中国进口的这些汽车主要来自于德国等欧盟国家 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第二天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立即宣布 将对欧盟的乳制品展开反补贴调查 对欧盟的猪肉产品展开反补贴调查 这是中国对欧盟加税的首轮反击 显示出中方对于这一结果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 而且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欧洲地区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的关税战 其最大的发言地就来自于法国和西班牙 而这一次中国方面所针对的乳制品还有猪肉产品呢 也是目标直指法国和西班牙 反正呀 要占就来占 那么欧盟出口中国的乳制品和猪肉产品呢 这些量呢 也是比较大的 当然法国和西班牙是主要的 而这个葡萄牙和意大利呢 也有一些 这几个国家就是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重要支持者 虽然我们知道 德国方面是欧盟方面的汽车的这个王国 但是德国呢 它从中国啊 大量的这个生产的汽车又回销到欧洲 所以说德国呢 是反对加征中国电动车关税的 显然中方这一次先选择乳制品和猪肉产品作为首轮的反击目标 就是要对欧盟国家实施精准打击 法国被认为是这次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的主要推手 那么有分析就认为 法国车在中国市场早就没有了任何竞争力 法国也并不像德国那么担心中国对欧洲汽车采取反制措施 而与此同时 法国这么做也是迫使中国车企到法国设欧洲总部 并要求在中国对欧洲投资和供应链等问题上 必须听从法国的建议 这当然就是法国的盘算 但是中国车企根本就不愿意将欧洲总部设在法国 因为法国的建厂成本实在是过于高昂 没有完善的电动汽车的供应链 也不愿意给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 换言之对于法国对于西班牙这些国家来说 好处我通通都要 但是成本你来承担 如果你不爽我就赚赚关税 就是有点泼皮无赖 目前中国车企在欧洲的生产中心 主要是设在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匈牙利 那么匈牙利的优势呢 除了中匈之间的关系比较好 比较稳定之外呢 那么它的成本呢也相对较低 2022年宁德时代在匈牙利 投资数十亿欧元建造电池工厂 也带动了一大批的供应商到匈牙利来投资 比亚迪也准备在匈牙利建厂 不过呢匈牙利在欧盟当中的影响力毕竟有限 德国法国才是欧盟的发动机 西班牙也在欧盟当中颇具影响力 德国作为汽车制造大国 中国车企是很难进入的 法国的条件呢有这么的苛刻 也根本不是中国车企的主要选项 而西班牙呢是欧洲第二大汽车生产国 许多车企将西班牙作为进军欧洲的挑板 在今年的4月份中国的奇瑞汽车就正式在西班牙的巴塞罗纳 设立了合资企业共同开发电动汽车新产品 表明中国车企已经开始在西班牙进行布局 那么寻求在欧洲地区能够站稳脚跟 这一次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之前 中国已经宣布了对原产自法国的白兰地进行反补贴调查 针对法国的意图可谓是十分的明显 如果这一次中欧双方在7月4号之前谈不拢 欧盟开始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中国可能还会对法国等支持加税的欧盟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反制还是那句话你敬我我也敬你 那么你要来站那么便来站我就做好迎战的准备 其中中国最有利的一项反制措施可能是针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 法国是空客公司的重要产地 而中国则是空客公司的主要市场之一 当下中国自主生产的C919客机已经基本成熟 一旦对空客采取贸易反制 将会给法国和欧盟的航空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中国对空客采取行动 也将意味着中欧贸易战将会大幅的升级 也会给双方带来重大的损失 对中欧双方来说贸易战显然也是一把双刃剑 一旦开打而且升级的话 双方肯定都是输家 这一点中国明白 希望欧盟方面也能够想清楚一点 跟着美国走究竟对你欧洲是不是有好处呢 最近几年跟着美国搞对这个俄罗斯的战略布局 结果现在搞到欧洲经济面临重大问题 对欧洲来说针对俄罗斯这样的战略 真的符合欧洲的战略自主 真的符合欧盟的整体利益吗 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果中欧双方贸易战一旦开打 双边的关系肯定会继续倒退 中国通过经贸关系争取欧洲 以便让欧洲不完全导向美国 这是过去的一些战略 但是如果欧盟方面已经站队美国 处处针对中国 不断在贸易层面科技层面 那么在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层面 什么政策都跟随美国的话 那换言之中国拉拢欧洲的策略 其实可能就会面临挑战 既然如此的话 恐怕中国方面也就会对欧洲方面更为紧缩 既然咱们谈不拢 那就不用再谈下去了 因此我们看到 中国虽然有能力反制欧盟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但是在如何反制 这上面还要去掌握一些平衡 那么尤其在美国 中国欧盟 这三方的互动过程当中 当然还有俄罗斯的因素 那么究竟考虑外交经贸各方面的因素 什么样才最符合自身国家的最大利益 我想这方面呢 不仅是中国需要考虑的 现如今放眼全球 最需要考虑这个核心问题的 其实就是欧盟方面 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 我们看得很清楚 欧盟方面好像各国的领导人 更多的是喊口号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自己的欧盟的这个利益 你比如说 弗德莱恩 他处处跟随美国的战略 现如今把欧洲地区置于战火之下 虽然目前战火主要集中在乌克兰 但是谁都知道 如果不是北约 如果不是欧洲支持 美国支持 这乌克兰是不可能打到现在的 但问题就在于呢 你欧洲整体的这样一种战争阴影呢 对于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 肯定都是不利的 这一点呢 反映的非常清楚 欧盟在对俄战略上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战略自主 但是在对中国的战略上呢 好像欧盟现自如今呢 也正在慢慢的失去战略自主 但无论怎样吧 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把那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这样的一个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呢 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我们终究还是要先回到 中美科技博弈的话题上 其实现如今的欧洲 真的是处处跟着美国走 因此呢 我们主轴就要来看 你比如说中美科技博弈 严不严峻 当然很严峻 但是呢 英特尔公司作为美国的科技龙头 它照样要创造条件 和力训机密之间来展开合作 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来展开合作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中国市场 我想呢 这样的一个举措 大概率呢 会是一次战略上的双赢 它不仅有助于这两家公司 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提升 也可能对整个芯片行业的发展 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一合作也会暴露出技术合作 和地缘政治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值得行业内外的深思 尤其是值得欧洲 日韩等美国小弟们的深思 跟着美国不断的喊打喊杀 究竟是图了个啥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